我们先来想一想 很多人在电影电视里都看过警匪大战 高速东路上上演生死时速的追车戏码 今天在上海浦东机场到市区的这条高速路上 也上演了这样的戏码 说是有十几辆车 追着一辆目标车狂奔 而且还是有分工合作的 前后左右分别包抄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一睹这位坐在车里明星的真容 那么这位明星到底是谁呢 能够让这个女粉丝这么激动 例如说其实她的名字呢 还真不算是经常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的 也有可能你没听过 但是呢 她真的很红 如果你不认识的话呢 也会被人说 我们这个关子卖的差不多 现在就来揭晓这位被人追车的明星呢 她就是韩国超人气偶像 金俊秀 韩国演唱组和JYJ的成员 那么这一番上海之行呢 金俊秀为粉丝准备了很多的惊喜 那我们新娱乐在线也是全程跟拍 记录下了 俊秀欧巴的每一个让你心动的瞬间 7月27号呢 金俊秀空降上海出席的发布会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个美丽的欧巴给你准备了什么样的惊喜 作为金俊秀演唱会的主办方 达伊美食公司特地为金俊秀举办了此次发布会 相信此时此刻 粉丝们一定很期待 到底金俊欧巴在此次上海演唱会上 会给大家带来怎样令人疯狂的表演呢 哇哦看到这里电视机型的粉丝们 是不是开始小诺乱撞了呢 惊喜还刚刚开始 面对此次金俊秀上海之行的独家跟拍媒体 新娱乐在线 金俊秀也十分努力地在我们镜头面前 大秀中文 不过先美丽艳家 观众朋友 观众朋友 观众朋友